暑期档容易爆款是剧圈多年的定律 2019年的陈情令亲爱的热爱的 2020年的三十而已二十不获 2021年的周生如故你是我的荣耀等剧都是在暑期档播出的 而今年的暑期档同样火药味十足 不仅制作班底强大 而且演员阵容豪华 很多作品有顶流演员出演 古装神颜们齐聚 有网友表示这个假期更充实了 01 玉谷瑶肖战 任敏 古装玄幻剧玉谷瑶自开机以来就备受关注 不仅是肖战饰演男主 而且还是古偶剧 师徒虐恋的设定也非常上头 据网友爆料玉谷瑶大概率是在暑期档播出 此前有消息称他有可能会接档正在播出的大爆剧梦华路 但也有知情人士表示该剧需要后期演员配音 该剧还在紧急制作中 02 陈湘如谢杨子 诚意 由杨子和诚意领衔主演的古偶剧 陈湘如谢热度很高 很多人猜测他会临波时低调定档 他作为优酷S家大作也是暑假当一大杀手前很有可能接档传家 很早之前就有网传的内部人员表示陈湘如谢将成为优酷今年的剧王 因为无论是作品还是演员都极其保准 杨子和诚意都是实力派演员 多年历练后 演技均可圈可点 就看剧情能否抓住人心了 从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情节曲折感人 但也有网友评论该剧的原著有抄袭的弊病 不知在改编时有没有创新之处 03 苍蓝绝鱼书心 王赫帝 根据《九路飞香》小说改编的古装仙侠剧《苍蓝绝》在开拍前吸引不少原著粉 虽然演员阵容不一般 但网友的期待度还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古灵精怪的于书心 圈粉能力很强 剧中男二徐海乔在近期直播的过程中表示该剧将要播出 于书心和王赫帝还以《苍蓝绝》为组合共同为九号摩登拍摄照片 四 月歌行张彬彬 徐璐 月歌行杀青之后就有各种定档传言 虽然都未曾被官宣但确实是一拖再拖 爱奇艺发布的片单中也没有这部剧 官方微博发布了流光版海报 有网友表示再不出现真的就要销声匿迹了 这部剧有可能在暑期档与观众见面 05 星汉灿烂吴磊 赵路斯 星汉灿烂制作班底强大 不仅是讹厂S家大作而且被寄予冲记录的厚望 有网友爆料星汉灿烂上下部语 儿童节当天全部过审 并且之前曾出现在腾讯暑期档片单中 在拍摄期间官方就从各个环节上严重保密 至今也没有任何预告片 但据说近期剧组会有大动作 目的是为了避开暑期档的最高峰